中国国防部27号的凌晨发布消息称 中国军队已派海军舰艇赴苏丹 接运撤离载苏人员 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表示了 协助在苏丹中国公民的转移撤离的工作 正在持续有序安全推进 有大约一千多人已经或正在撤往邻国 而本台独家取得的画面显示 数百名的中国公民25号 在苏丹大使馆的统一协调之下 乘坐大巴赶赴苏丹港 在苏丹大使馆外 数百名中国公民在五星红旗前排起长队 准备乘坐中国驻苏丹大使馆调派的大客车 车往苏丹港 然后等待转运回国或转移至其他安全地带 有说交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 部分中国公民乘坐各自分配好的巴士 顺利抵达中国港湾公司在苏丹港的驻地 据报中国港湾公司还为抵达的同胞免费提供吃住 有网民称 接载他们的船已经靠岸 与此同时 中国军队也派海军舰艇协助撤离在苏丹人员 近期苏丹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为保护中国在苏丹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统一部署 中国军队于北京时间4月26日 派海军舰艇赴苏丹 接运撤离 我再苏人员 据中国外交部26号通报 总计有大约1200名中国公民通过海陆和陆路撤往苏丹周边国家 我们正在组织中国公民通过海陆向苏丹周边国家转移 自4月25日至27日 共转移近800人 还有300余人已经通过陆路前往苏丹周边国家 中国驻相关国家的使领馆 已经派员在边境口岸接应 协助中国同胞办理入境手续及下一步的转运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